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没有多久就看到了澳洲学校大量关闭的新闻 学校宣布要进入全面网上授课的时期 没过多久 政府也下达了最新的命令 没有震荡理由 最好不要出门 想要在一起聚个餐 舒缓一下情绪 多人聚集也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 现在偶尔能出门的唯一活动 也变成了周行一次的采买试载 现在我每一次出门可能都会像这个样子 穿服务装和尽力的保护方法 澳洲人对于勤洗手的执念非常之深 在超市和其他公共设施附近 随处可见提供的免洗洗手液和纸巾 为了避免肢体接触 现在也取消了现金支付只能刷卡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今天还可以买到卫生纸 澳洲最迷惑的行为之一 就是在疫情爆发期间 抢购作为火爆的商品竟然是卫生纸 甚至有人为它大打出手 现在这小小的四卷卫生纸 也从一开始的两三刀长到了五刀 在排队以及悬沟商品的同时 还要注意1.5米的社交距离 现在澳洲这边除了会经常提醒人们要 洗洗手的之外 要保持社交距离 也是他们想要预防疫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措施 这个也是一个一不留意就会被罚款的新规定 在各个商场超市以及公共场所 都可以看到社交距离的铁石 而除此之外 我们这群留学生的唯一娱乐活动 也就变成了不停的 做饭做饭做饭 再做饭做饭做饭 再做饭从而日渐发卡 现在新滚肺炎全球正在加速蔓延 在面对这场全人类的大型战役 似乎我们能做的只有稳住自己的情绪 保持健康 我期待一切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秩序 而我也能在这之后 走出门 跟同学和朋友好好告别 成功回到我出生的小小城市 安定生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